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今天召开 大约110个城市的市长和官员发表联合宣言 通过五大领域确保城市的安全包容性 韧性和可持续性 记者聂国卫报道 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在滨海湾金沙举行 与会者发表联合宣言 为10月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铺路 与会者就五个领域提出建议 一 通过15到50年的城市发展综合计划 平衡长期和短期的需要 二 确保城市规划具灵活性 三 利用科技推行及检讨计划 四 学习同各阶层政府部门合作 五 加强城市规划监管 黄旋才指出 城市规划有三大考量 除了长期规划 还要不断创新 研究与发展 以及同利益相关者维持互动 世界城市峰会的市长论坛 星期天率先举行 这届的论坛吸引了300名代表参加 包括市长和政府官员等等 我国也推出首个互动性城市规划工具 由宜居城市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开发 还在研究中的工具 利用积木 摄像机和电脑进行分析 可根据设定的情况 比如建造医院 学校或商场等 模拟地区的变化 然后测试 解决方案 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很有效地 让我们的城市规划师 政策制定者 以及我们的一些非专家 能够迅速地通过这个平台一起工作 让我们直接地了解当地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某个地区 它的人流量 街道结构 以及一些用地指标等等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